植物园 战斗区内 石宇继续走着 他的御兽空间中 餐宝宝哭唧唧的 不要急呀 石宇笑道 这就带你去找厉害的宠兽 这一次 有了图鉴后 石宇都不屑用十一的超视力了 他直接打开了图鉴的能量侦测功能 视线前 立刻侦测出了一大片范围内 密密麻麻的能量波动 能量值790 渣渣 能量值1093 没意思 能量值2195 这里就没有厉害的宠兽吗 呃 15843 统领级来凑什么热闹 咦 有了 3033 就是你了 停留在原地片刻后 石宇锁定了一个能量值波动在3033左右的宠兽 打算带着餐宝宝去挑战一番 这个数值 说不定是君王种族的超凡级宠兽 当然 也有可能是培育比较好的同龄种族宠兽 石宇微微沉吟 原地召唤了餐宝宝 下一刻 白色召唤图阵出现在半空 餐宝宝直接从里面掉了出来 被石宇一手拽住 放到了肩膀上 一压 坐到石宇的位子 餐宝宝很兴奋 小手向前 让石宇冲冲冲 今日他参天地守战 必须要找个够格的对手 走 石宇呵呵一笑 今天石宇和重重休息 轮到餐宝宝装逼了 主要是石宇和重重出来的话 就不是对战超凡级生物那么简单了 由于石宇不甘人事 这位看监控的学长直接盯上他了 对于石宇一拳杂飞暴墓蜥蜴 他先持观望态度 毕竟奇奇怪怪的御兽天赋或者宠兽技能太多了 不一会儿 随着石宇选择召唤其宠兽 这位学长逐渐觉得石宇正常了起来 白色图阵 终极御兽师 宠兽是 餐宝宝 然而 他才觉得石宇是正常的没几秒 很快 石宇又一次不当人 直接在战斗区召唤出了餐宝宝扔到了肩膀 这位学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如果说 这一切 还能用石宇砸了一拳 需要餐宝宝补充体能解释的话 那么下一幕 彻底让这个学长觉得石宇真的不正常了 只见 石宇跑去了一个对战系学长的宠兽的领地 并且 还让补品参宝宝从身上跳了下来 和眼前的宠兽对峙起来 你嘛 这个人怎么回事 别告诉我 他打算让参宝宝对战巨洋花 能量值3033 兜兜转转一大圈 找到目标后 石宇看向眼前的宠兽 这是一只双足站立的花形宠兽 高达半米 它有绿色的类似球根的身体和双腿 头顶一朵巨大的金色花朵 花朵还散发着微光 此时 巨大花朵眯着身体上的眼睛 至于它的嘴巴 则长在花朵中 是很奇怪的生物 这个嘴巴长在眼睛之上的生物 意外地看着闯入自己领地的家伙 此时 它的资料 也全部显示在了石宇眼前 名称 巨洋花 属性 光 种族等级 中等统领 种族技能 花之舞 闪光 太阳力量 光幕 蓄能光束 日落 运气不错 石宇心中乐开花 这运气 它来植物园 就是为了找会蓄能光束的宠兽的 据它调查 植物园内大概有五种常见的会蓄能光束的野生植物宠兽 需要慢慢找 而巨洋花 恰好不在这五种之内 只能说老天眷顾它了 直接节省了它许多寻找时间 要不要来场对战 石宇对着巨洋花邀请道 如果是其他非心灵感应天赋的预售师 说不定直接就开打了 而对于石宇 她还是习惯先聊两句再说 这只巨洋花 应该是某个学长的宠兽 不然 不可能被培育到这么高的能量值 日 此时 巨洋花听到石宇的心灵感应 愣了下后 点了点头 无所谓啊 她跑来战斗区 就是为了战斗 不然 在日照区睡觉不好吗 不过 巨洋花看着兴致勃勃从石宇身上跳下来的餐宝宝 看着对着自己露出战役的餐宝宝 忽然茫然 你们是认真的 战斗无所谓 但对手是她 她又不是不知道参宝宝是个什么东西 让参宝宝和她战斗 巨洋花直接露出不懈的表情 觉得眼前的石宇 参宝宝都是傻子 一 我先攻击了 参宝宝看巨洋花没有战役 已经凝聚了一颗小人参在手中 在石宇的吩咐下 她先特意凝聚了一颗小当量的 怕威力太大炸死对方 毕竟 参宝宝的能量值 是巨洋花的两倍还多许多 用的技能 也是大杀伤力的高阶技能 以她十几厘米的身高 可想而知 她认为的小人参 有多么小 就这样 小人参直接在参宝宝投掷下 飞向一脸猛逼的巨洋花 日 从这颗小果实中 巨洋花只感觉到了香气 吃了能缓解疲劳的那种 她叫了一声 不明觉力 所以 对方不是来战斗的 是来投食的 这也不是动物园啊 此时 看监控的学长愣住了 这个技能 好眼熟 不像是参宝宝能学会的 反而是参宝宝进化型的技能 营养物 石宇他们果然是来投食的疤 果实掉到巨洋花脚边 巨洋花依然一脸无视的样子 她和学长一样 觉得参宝宝是来搞笑的 不过还真别说 这果子闻着挺香 非常诱人 直接让巨洋花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嘿 不比她之前吃过的营养物差 甚至 还有一点独特的魅力 日 那我不客气了 巨洋花看着果实 似乎是想吃掉 此刻 石宇和参宝宝沉默了 虽然 他们曾经是想过这个战术 但是 石宇真敌没想到 一个有御寿师的宠兽 竟然会这么傻 会信以为真 真的打算吃 这是因为是身处植物园 所以觉得不会有危险吗 可是刚才明明说好了是要战斗啊 给她上一课吧 见巨洋花一点危机意识也没有 石宇实在无奈 累了 毁灭吧 反正这只巨洋花刚才走路时一直处于蓄能状态 不怕技能复制不到 石宇便随意命令起来 一 参宝宝老老实实点头 然后看向了巨洋花 连忙引爆 生怕巨洋花吃下去 虽然只是小当量的能量果 但是 吃尽身体里引爆 这巨洋花也顶不住啊 还是在外边引爆吧 参宝宝慈悲地想着 轰 参宝宝意念引爆果实瞬间 果实内部冲出了一股庞大的能量 伴随着一声巨响 滚滚能量朝吸喷涌而出 这一瞬间 原本还在流口水的巨洋花 眼睛猛得瞪得瞪得老大 只感觉视线瞬间被白光遮盖 自己更是瞬间被无数能量吞没 强大的力量 正疯狂冲刷肆虐着他身体 日 他目光炸裂 余光芒中 感受着身体快速残破 猛烈的疼痛 直接让他意识近乎昏雀 巨洋花不甘的大吼 怎么也没想到 参宝宝扔出的营养物 竟然会特喵爆炸 可恶 阴险的敌人 抱着冲天的怨气 巨洋花直接像蚕花败柳一样 昏迷在了原地的大坑之中 失去了战斗能力 只留下了滚滚白烟和他作伴 这一刻 古都大学 对战系学院 某个戴着眼镜的男生猛然看向窗外 发生了什么 感觉到自己放养的巨洋花瞬间失去战斗能力 他露出疑惑的表情 直接收拾了收拾 前往植物园 是小花花又去挑战哪个强大宠兽了吗 被秒杀 太夸张了吧 我得去看看 植物园内 这边 盯着监控的四域系学长 和巨洋花一样 也失去了思考能力 呆呆的看着屏幕 我草 随着能量果爆炸 他大喊一声 目光不可思议 补品 补品爆炸了 TM的秒了巨洋花 他这一嗓子 直接让所有人猛逼的看着他 像看傻子一样 李赫 干嘛呢 一个女生皱眉看向他 组长 餐宝宝 秒了 秒了巨洋花怎么说 营养物爆炸了 这不科学 众人 与此同时 石宇带着餐宝宝 走到了巨洋花身边 摇了摇头 餐宝宝 治疗 一 餐宝宝乖巧的伸出小手 释放出高速愈合波动 超阶技能生命支援配合完美及高速愈合 直接让巨洋花的伤势肉眼可见的恢复 这个过程 石宇就像教育自己孩子一样 一脸忧愁地拍着巨洋花的身体 傻孩子 你的预售师没告诉过你 不要小觑任何敌人吗 你这个性格 早晚要吃亏啊 今天石老师我给你上一课 下次遇到任何对手 都要全力以赴 下次 可没人这么好心还给你治疗了 还有 你这个叫声 怎么感觉你在骂我们 收录成功 技能 蓄能光束 技能等级 中阶 介绍 光系技能 吸收光能积蓄到体内 可以将光能转化为体能或者光束 日 治疗中 巨洋花目光呆呆地睁开眼睛 看着举着小手给自己治疗的餐宝宝 觉得自己还没睡醒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是谁 我在哪 这个餐宝宝是什么玩意 我预售师呢